TVB台庆劇《美麗戰場》繼續熱播 網民對女主角阿寶陳瑩的負評也未停過 觀眾認為陳瑩演技未夠班 根本介入不到阿寶這個角色 很多人都質疑TVB為什麼會選陳瑩做阿寶 畢竟她加入TVB才8年 拍劇也不算多 不過其實陳瑩之所以會接到阿寶這個角色 全因葉念心監製 她說過除了陳瑩TVB沒有人可以做阿寶 可想而知陳瑩一定有更勝一籌做阿寶的優勢 雖然劇集出街負評一面倒鬧爆陳瑩 但葉念心接受訪問時依然堅持幾件 自己絕對沒有選錯女主角 她來撐陳瑩演技好 只是劇本角色的設定是這樣 還強調這個與演員無關的負評 對於網民的負評 葉念心直言無雙大雅 還說最重要有話題性 大家有關注到 最後她還勁霸氣地表示 你以為我不知道有很大爭議性嗎 劇情要宏誇十九年 演員被批評或者被讚賞也好 所有事都來自於我 因為劇本是我寫 是我拍 當然我會收課會接受 都是那句了 葉大道叫大家繼續耐心點看下去 她再三強調 阿寶合法之後 陳瑩一定會被觀眾完全不一樣的感覺